如果你有幸穿越会60年代去坐牢 会享受什么样的VIP服务 首先典狱长会很客气地请你喝杯奶茶 但喝之前典狱长会剪掉其他犯人的头发 混进奶茶里 两个狱卒会轻轻打开你的嘴 奶茶就这样 顺着喉咙直接灌进胃里 当然如果觉得不舒服 典狱长还会体贴地帮你消化 他精挑细圈一块一人高的门板 100米冲刺的速度用门板温柔地抚摸你的肚子 犯人小安就这样被灌了一肚子奶茶 晚上那些头发在胃里 量子纠缠搞得他怎么都睡不着 鱼有大叔想了个奇葩的方法 从枕头里挖出棉花 强迫小安吃下去 神奇的是吞下棉花后小安竟然好了 第二天弟弟来探监 小安却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就在他入狱没多久后 妈妈就去世了 小安为了尽孝 想出去一天为妈妈送病 我不去送病我这辈子心都不安 你心不安管我屁事 最重要是我心安 可哪怕他下跪央求 典狱长也残忍拒绝 不仅如此 他还惩罚性的把小安关进了暗无天日的禁闭室 别以为他是在公正执法 他只是单纯的没人性 因为他知道 小安进监狱完全是被冤枉的 在被关进来以前 他是个优秀的报社编辑 现在是六十年代 冒出来各种各样的探长 小安经常在报纸上揭露他们 首当其中的就是西环探长张耀祖 为了让小安闭嘴 张耀祖先礼后兵 给小安送去了一档钱 和一只名贵的金表 小安一家都觉得拿了就是丧良心 断然拒绝 就被炒了鱿鱼 小安发现 社长手上有一只一模一样的金表 显然他已经被张耀祖收买了 被辞退后的小安回到家 发现家里已经被张耀祖的手下 翻得乱七八糟 理由是怀疑这里有违禁品 他们甚至真的找到了包违禁品 硬栽葬到小安头上 当场定罪 张耀祖甚至还威胁小安 如果不认罪 就送他们全家一起去坐牢 为了不让家人受牵连 小安不得不顶下这个罪名 立即被送进了监狱 刑期三年 坐牢最大的痛苦不是被囚犯们欺负 也不是被狱卒折磨 而是没有内裤穿